林晚榮指揮冠军一起撤退 退去了一段距离 但是依然强攻硬弄 瞄准在场中的城王 和身后的几百假冠军 这阵子 可以说已经是真正的逃窮悲宴 所以林晚榮 也都不用再和他 作什么状拜什么款 其实如果城王爷 他真是 叫这三百多人 一起点着身上的火药 来个挽火致焚 对于皇帝 对于林晚榮 对于整个大华潮来说 都认真是限了不少功夫 散却了不少麻烦 这个认真是一个最好的结局 这个时候 在那个充满肖天的战场之上 杀时根有一种非常诡异的宁静 面对着这个奇特的情景 每一个参战的冠军将士 心目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 在他们对面 就是当今大华潮的皇家贵奏 显黑一时的城王爷 以前 除了皇帝之外 这个人 在大华潮 哪个不惊 哪个不惊 但是今天 他却落得被大军重重围困 看白很快 就要引火致焚 这样的局面 以前 有哪个会想得到 城王爷都会今天这样的结局 但是偏偏 他现在正在发生 城王望望临心 望望周围退开 但是严震以待的军军 他很久很久都不出声 在他身后 有个武将 双眼含泪 面色通红大声 说 王爷 你落命令 避跡召武 誓死效忠王爷 城王轮转头 深深地望着大家一眼 隔了很久很久 他才点一点头 古王今天 虽然陷入绝境 但是 各位兄弟 都能够这样来对待我 古王死以无憾 只不过 他眼里面忽然神光一闪 望着对面的冠军阵中几眼 从今天林三的说话之中看来 我如果就这样一死 恐怕正是对皇帝的心意 正是希望有这个痛快结局 在城王身边几个人一听 都觉得这番说话有点道理 皇帝报一个这样的局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落得一个这样的效果 在这个紧要关头 留下条命 比死 真的需要更大的勇气 城王轮轮轮 他当年曾经在父皇面前发过篤势 绝对不会对我受足相残 我现在这样一死 正是对他心意 一个师爷这样的谋事就说 王爷你说得认真对 既然皇帝发过誓 他要情之王爷 恐怕就要担下天显人怨之罪 这样对他来说也绝不容易 正所谓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销 现在大华的军马 立刻就要北上 而在北边的特路人 和南边的窝人 他们早就准备了很久 要贪同那些大华江山 带上来六死谁守都未尚可知 如果皇上大军战败 那就算皇爷身陷臭龙 你只要登高一夫 也都可以召集了很多跟从之人 使我们大华 再次换回新皇帝 这个也都是绝非无可能之事 而且还有小皇爷在外边接应 以悲职如见 在这个关键时候 皇爷绝对不要因为一时意气 冲动以为 皇爷 只要我们留一条命 战会有东山再起之时 这番说话 说到城王眉上对眼的认真尋思 杀时间 整个战场都静 极之静 静到 连两边军事 咳一声 都几乎好像不敢 等 这种等待 会使人很心急 很心烦 在互相对峙之中 连许镇有点不耐烦 林将军 你说这个城王 会不会真的 叫大家一起陪他死呢 那也好 省回我们几多功夫 的确真的会省回很多功夫 而且从皇帝的角度来说 这个绝对是最好的结局 只不过 经过这件事之后 自己这个替死鬼 恐怕又要 多了几百个御史 来参加一本 林晚宁下了一口气 我都猜不到他会怎么做 这个人不竟是一代骁雄 他知所以能够成为 梟雄 就是因为他的心思 不是我们常人 可以揣凿得到 等吧 反正他们一大把时间 那便慢慢等了 老实说 经历过这番的斗智斗勇 最后将城王 逼到这样的局面 林晚宁的心 他说一点都高兴不起上来 因为这场仗是大华人 自己打大华人 那你有什么 很值得骄傲的呢 就算真的捉了城王 那又怎样 难道北方的强敌 会退兵 难道窝人 会收回他的魔爪 人家见到你们鬼打鬼 只会在旁边 更加觉得好笑 相公啊 为什么你的面色 变得这么难看呢 你不用担心啊 先现在 就在你身边呢 我不是担心 只不过 打完这场仗 我就要北上 那时候 又会是一段 怎样血与火的岁月 不过 人生 又有多少是这样的时间呢 有个这么大的挑战 的确 也是自己一番 很好的历练机会 先而 为什么这一切 我都感觉到 好像这么不真实 好像发梦一样呢 他这番的感叹 使得先而无言以对 还记得 上一次在眉山湖 他就这样 又是一番感触 使得自己的心 彻底地 贴在他身上的了 就在秦仙怡 游情如水地 望着自己上官的时候 城王在那边 也终于有了决定 各位弟兄 你们和孤王同生共死 二十几年 在这个患难之际 始终对我不离不弃 孤王 心里面真的非常感激 他抱抱拳 向四周围各自 谷了个弓 眼里面 孤王已经再三考虑过 各位兄弟都又家又失 不能够因为我一个人 而交到各位 团中绝族 眼下 如果能够引得一时之气 第二天 先会有希望 王爷 跟着城王身后的赵帽 带头哭起上来 你们要真心为我着想 就不好哭 谁知道 孤王现在要留一条命 被死 是要更多勇气的 散啊 你们大家都散去了 王爷 他身后一帮人听到 都一起跪下 大声地哭起上来 在这边的许镇 看得好欢喜啊 林将军 你看一下 哎呀 他们投降了 他们投降了 此见城王 孤独一个人 站在最前面 面上毫无血色 他身后那群家长 人人跪在地上 一边哭 一边慢慢解开身上 扎着那些火药 丢在一边 那些大奸人 也一定有大智慧 在这件城王 选择了这条最艰难的路 林晚宏的心 都不禁有些佩服 同时也为他外辅大人 担心起上来 现在这个波又交回老皇帝 那些事 是 城王是谋反 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 但是 老皇帝当年发过誓 那就是说 只要城王投降 他就绝对不可以杀兄弟的了 那这个城王 不可以杀 就更加不可以留 那怎么处理好 一个处理不好 就要落得个兄弟相残的千古骂名 哎 那你说 老皇帝要怎么算呢 为难 认真为难 这个时候 跟在城王身后 他的亲信的武将 一边响着一边掉低兵器 连火药都解低了 伤务间揽成一狗 大家都失声同哭 城王看着他们 也都很感叹 眼里面不敢泛起眼泪 但是他的面色 他就是非常坚定 看见这样的情形 林晚明马上一揮手 去 去阵手下的官兵 也都一种疑上 争先恐后 就要捉城王了 谁知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又有变故 本来跟在城王身后的家长赵武 突然间一跳跳身 紧紧地揽紧城王 手里面的火把 刚刚好 就捉住身上火药的隐线 他大声地说 王爷 不要 不要 正所谓事可杀 不可欲 以你这么高贵的身躯 以你这么高贵的血脉 怎么能够卑躬屈室地投降 赵武不财 愿意陪你 一起痛苦大难 这个变故 真的谁都猜不到 在城王身后那群家长 带他一片哗然 挑逝起身 而冲在最前面 冲过来的那个 就是先程的牟师 是约他大喊 赵武你做什么 快点放开王爷 谁都不准过来 那个赵武 摆出一副悲愤的神情 手里面那条火药引线 好像随时都要点着 他指着一帮人的鼻子 骂他 你们这帮狗奴才 平时个个都说 要为王爷赴汤道火 怎么今天大难临头的时候 反而要鼓动的投降 但若你这个臭公 你为什么要陷王爷于不义 王爷 大家都可以投降 唯独你不可以 这个这样的变故 搞得许振都不单一呆了 连林晚宁都整个疾住了 城王爷居然被自己的家长挟持住 哎呀 认真是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许振就即时退到他身边 说 将军 怎么算好 有什么怎么算呢 反正有气体 就叫大家兄弟先休息一会儿 城王这个时候也发火了 赵母你疯了 你快点放开孤王 孤王做事 怎么能得到你来插嘴 赵母一声扬天长笑 王爷 你不可以受其他人蒙蔽的 你一投降 就再没有翻身之日 你要受尽千载骂名啊 王爷三思 王爷三思啊 他一边说 一边是立实手里面把火把 好像随时要点着身上的火药 那样 城王 城王挣扎了几下 他忽然间 停住了自己的身形 深深地 望着赵母几眼 哈哈哈哈 我明白 我明白了 赵母啊赵母 望你跟着我二十几年 原来 你真是好心的心计啊 城王忽然间 说出这句 无头无尾的说话 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意思 但是只要林晚荣 是他的例外 他一听 似乎意识到什么 忍住向皇宫的方向 望了眼 哎呀 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 已经有布置了 他只觉得自己 整条背脊 都凉了 赵母的神色 也都显得有点慌乱 他即时避开 城王的眼神 王爷 你说什么 赵母对你中心耿耿 为天可监 哈哈哈哈哈哈 好一个忠心耿耿 好一个为天可监 二十年 你跟着我二十年 原来二十年前 我就已经中了人家的计 进入了人家的圈套 哈哈哈哈 皇上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避不上你啊 赵母 你这个卖主 王爷 你不要乱说 你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赵母一声大喝 截着城王的说话 忽然他双眼通孔 阻力将火把一举 恰一声 当同点着身上的火弱隐线 然后双手 就像个铁筒那样 紧紧的揽住城王 奸冊 你敢 那个谋事齐弱的真力忠心 在那个千军一发之制 他都不像在边树 来出了这么大的力气 冲行上来一扑 将赵母的整个拥跌 三个人一起躲在地上 咚一声巨响 赵母齐弱 被人炸得血肉横飞 但是城王 在最后一刻 被齐弱用身体拼命地保住 他身上血脊斑斑 但是 他的逃过一劫 没有死到 杀啊 这个真是千载难逢 好机会 他真是怎么会坐过 日揮手 整班冠军鱼狼似虎 冲杀上前 突然间来了一场 这样的剧变 城王那班家长 人人都吓得傻了 还哪里有心机反抗啊 有两个大胆一点的 刚刚要执起兵器 就被那些军军 当堂挤开几个洞 没有人会想到 事情最终会有一个 这样的结局 这一场 简直是精彩 知极的无奸道啊 林满明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他呆了 整个呆了 什么叫做死事 什么叫做意气 照母齐约两个人 都真是演绎了 林尼俊志了 谁才是最心狠手辣的人 谁的手段才是最狠 看来城王都认真不够斑 林满明在他心里暗暗感叹 直到现在他才发现 自己以为自己的小聪明小伎俩 原来在老皇帝面前 简直是不值一提啊 将军 你看 许振叫了声 他顺着许振的眼光一望 刺见那位城王 躺在地下的树 全身上下血迹斑斑 对脚在膝头戈以下 炸得都不知道飞去哪树 他瞪大眼 眼里射出黑筆的仇恨 额头那里冷汗直飙 但是咬紧牙斑 立声不出 我虽然坐在轮椅树 但是架笔 不过这人 他真的疲惫了 林晚明的心里面 他已经有一点怜悯 也有一点哀伤 先为他疗伤 然后再将他交给皇上 城王虽然没死 但是自此都落得残废 这个或者 就是老皇帝想要的结果 原来所有的难题 在他面前 根本就不是难题 见到林晚明 忽然间面色变得这么苍白 从仙儿忍不住问 尚公 你怎么 你哪里不舒服 我没什么不舒服 仙儿 你明天 你以为会不会 变得跟你父皇一样呢 父皇他怎么 没事 我只不过有点累而已 这个时候 战事已经结束 城南也都没什么紧要 吩咐许镇 仔细地打掃战场 林晚明跟着楚桥 跟仙儿一起要回到京城了 自从捉住城王之后 林晚明的面色 就一直变得很差 说话也少了很多 跟他平时开朗的风格 一点都不相似 尚公啊 你到底见点呢 没什么点 仙儿 如果有一天 我和你父皇之间 你只能够选一个 你会选哪个呢 咦 为什么他会问了 这些这样的说话呢 从先而不禁大惊失色 相公啊 你怎么会问这些这样的说话呢 我的心思 难道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父皇做了什么 对你不住的事啊 我 我要找他 傻妹 你对我好 我肯是知道了 只不过这个世界的事情 实在太复杂 有很多时候 都不能够简单地用错筒堆来衡量 相公啊 你说什么呢 我真的听不明白啊 听不明白 那就算了 当堂轿走到城王府的时候 高游已经很欢喜地等着了 在旁边站着的 还有一个面色更加蒼白的陈御史 高游一见到他 就眨眨眨眨眨眨眨 恭喜林大人 何喜林大人 听说那条大鱼已经落了忙 余党就更加彻底眨眨 大人就真的为我们大华立下其功啊 林满榮有一些艰难地笑一笑 他看看陈必清 陈大人 你又怎样啊 你的面色好像不是那么好那样 高游哈哈大笑 兄弟 你今天立了大功 我老公呢 仇你因为 也立了少少功劳 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一下啦 见到高游眉眉眉眉的样子 林满榮就不忍心落他兴致 于是跟着他来到城王府后院 谁知一进到那个湖边 哎呀 眼前的情形 真的使他大吃一惊